咱们继续讲 吴老二 简单的本破书 中炮 对 平风马 这局红方 还是采用牛头滚 黑方感觉 中路太空 就补了一首诗 下面平炮对局 然后进阻 形成两头蛇 要浸泡打局 我们就给顶住 然后上盘头马 黑方感觉 这个阻 也是必死无疑 所以最后 做下贡献 来堵这个马路 下面我们冲兵 这个地方 黑方如果杀兵 这个马上来 攻势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这个变化咱们已经 讲过了 所以 下面 黑方选择上马 那我们一样是进兵 因为黑方不敢杀 这个直接就干掉马 那就抓紧 出局吧 然后 然后高居桌炮 红方一看 这个炮中路 也立不住了 交换以后 黑方就按住 这个马 我们就补一手像 然后 再补试 就是把这个 居路 打通 黑方平居 捉兵 我们就进兵 那连环马 就不成立了 所以 蹿出来 下面 黑方如果杀马 这是第一种选择 这 然后 黑方肯定不能用炮打兵 对吧 因为我们的三个大子 已经就位了 这个炮再发过来 这边就是空门 五子防守 而且黑方的居位 也不好 肯定是要退居 这个时候 黑方可能都笑了 残局 你要是有一个马 我可能有点小怕 但是 你双鞠炮 能耍出什么花样呢 对不对 何况 我也是双鞠炮 这个兵族咱也不少 要不 合其外 但是 民间手抄本 号称野路子大权 里面的招法 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下面我们来一起 来欣赏 民间智慧 禁局点穴 要干什么呢 准备平帅 一旦平帅助攻 这边就是 有铁门帅 这边有平局禁局 等等杀招 黑方就守不住了 所以抓紧调整阵型 我们就 平炮 又要干什么呢 准备下底 一旦炮下底 就要砍试 黑方只能进试 这个局一点 就是绝杀无解 所以黑方 抓紧平局 跟住了个炮 那我们炮又到这边来了 准备这边下底 一旦下底 戴西朗 只能进试 这个局一平 神仙无解 那黑方的局 跟炮跟不住了 只能是平炮挡住 对吧 然后 照头一帮子 黑方的像 无处 飞 走不动 只能补试 补哪个试呢 无所谓 因为红方都是平帅 铁眉帅 绝杀 无解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那黑方杀马 掉沟里了 所以第二种选择 是炮打兵 我们就平局 下面黑方进马 奔草 我们就把鞠 高起来 那下面可能一平鞠 进炮 就守不住了 所以肯定要把这个鞠 打离 然后 平鞠跟住炮 我们就平摔 黑方一看 来机会了 打马 这样把鞠鹿 打通 先进鱼一江 当然这个时候 红方可千万别 进帅 这样 双鞠错 绝杀无矣 那这里怎么处理呢 哎 为黑方一个像 然后 黑方就不敢平鞠了 因为双鞠错不开 没有杀 关键 红方这边有 打双鞠 这个局面 黑方 下面 只能 平鞠 这是必然走法 因为红方 一平炮 就要铁明摔 这样黑方才能 退鞠 防守 下面我们退炮 干什么呢 准备平鞠 三把手杀法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那我 比你快啊 你这边一平鞠 我就 杀齐了 拐拐 这是闹的 红方 怎么办 哎 虎口献鞠 还要啥自行事 黑方一看 不敢杀鞠 铁门拴 那就要闪开 然后 绝杀 无矣 好 咱们再回到这点 黑方一看上马 毛又没有 那怎么走呢 这里对局行不行 反正你不对 人家就杀炮 是吧 这个肯定要对 但是交换以后 红方 进马 踹鞠 再进马 要杀 窝槽就杀齐了 黑方要解杀 不管怎么解 这个马 没了 所以 对局也不行 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 就是跟住炮 死守 左翼 下面我们就有上马 再上马 被窝槽来了 黑方退炮 我们就进居 炮虽然有根 但是这个杀还要解 只能进室 然后我们再进马 又是要杀 一砍炮再响 只能停降 进居 就没了 所以黑方抓紧 退居 盯住着个马 我们就平炮 那老将也不能动 是吧 也不能进室 这个直接就没了 那黑方掐指一算 只要不进室 反正你将我能进将 你杀不透 所以选择进马 反击 这个时候 红方一将 再拖底 这边来不了 只能到这边 然后 红方怎么走呢 直接砍尸 黑方一看 什么玩意的 就会儿 再来 谢谢大家